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攝影棚 請到了兩位藝人來PK 不過我在想 本來這個藝人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再來了 但是 由於他上一次已經平手 所以讓他倍增信心 而且回家之後又跟老婆 多學了兩道料理 我們歡迎洪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 你又來了 這位朋友 連我的名字都懶得介紹 我以為這位朋友 好像不會來了 對 我說洪哥 我愛聽說您洪哥 因為在你這個節目 可以感受到 大家對中年大叔的那種親切 我有 好多鼓勵 真的 鼓勵 代替責難 但是你是中年大叔 我們不是中年大姐 對 中年大神 接下來這位可不是什麼 我們中年大姐大神 她是餐廳老闆 年輕人 歡迎馬劉姐 大家好 我覺得在今天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不用比了 因為她這個辦事 就知道我贏比較多 辦事 你有看 對啊 而且重點是 我們只要鼓勵洪哥是說 她糖跟鹽分得清楚 我就說好棒喔 天啊 好棒喔 但是我必須要講 她是糖跟鹽分不清楚 我如果沒有開餐廳之前 我是蔥薑蒜末搞不清楚 因為蔥跟蒜我搞不清楚 怎麼會 差這麼多 蔥跟蒜其實蠻難分得清楚的 你說跟薑分不清楚 這位大叔蔥跟薑差很多 我知道 他說蔥薑蒜嗎 我就是以前我搞不清楚 蔥跟蒜其實很難分得出來 那你現在會了嗎 現在不是很 那我們擺在那邊那個是什麼 這芹菜 你是不是在問一個 問那麼簡單的東西 他剛剛看來要講大蒜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其實不太確定 對 我現在 蔥跟蒜你到底會不會分 不會分 真的不會分 蔥就圓圓了 蒜扁扁的 蒜有扁扁嗎 有 蒜的 蔥的那個 蔥它是空心是圓的 對 它是圓的 蒜的尾端是扁扁的 我是認它的蔥白的地方 那當然營養的部分呢 洪哥每次來都帶給我 跟伊莉歡笑 好 歡迎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洪哥跟麻姐 讓我好開心 是不是 他們兩個一直到最夠就好了 對… 但我們今天要PK用的 最主要的食材是什麼 是大頭菜 洪哥 大頭菜 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其實大頭菜 對我來講是很陌生的一個食材 對 他不認識你 你也不說他 我也不認識他 而且我們很少吃 誰說的 我跟你講 是有些食材 燉在排骨裡面 我們是說我們家很少吃 你有吃過 你要等一下再講 對啊 我們沒有吃過 那我們現場 現場有大頭菜嗎 我們請紅小朋友幫我們去拿大頭菜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去那個了 就這一個 不是… 不是 這個是長男朋友 那個是洋蔥好嗎 那個是火龍果嗎 火龍果 這樣是火龍果嗎 這時候偏不掉他 因為我也去看過 因為我要知道這大頭菜的由來的時候 我稍微去了解一下 對 但是你看到 你原本看到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本來是以為高麗菜 高麗菜 後來 奇怪 改良過的高菜 他這邊沒有高麗菜 不是 太誇張了吧 重點是高麗菜是結球的 對 我知道 它有一片一片葉子 因為我們經過菜市場的時候 老實說他像那個菜 他很不齊言 我們今天就要用菜口 來PK做料理 但是要看PK料理之前 我們要先關心一則新聞 最近有一個案例 就是35歲的女生 她竟然年紀這麼輕 她就獲得了糖… 她就得到了糖尿病 不是獲得了嗎 是要頒獎給她嗎 35歲的女生 年紀輕輕就得到了糖尿病 到底因為什麼呢 後來觀察她的飲食狀況 她竟然是喜歡吃義大利麵 會跟義大利麵有關係嗎 很多人為了維持身材 都盡量避免吃甜食 不過就怕您忽略了 隱藏版的高糖食物 一名35歲女子愛吃義大利麵 幾乎每兩天就要吃一次 儘管平常已經很少吃甜食 但還是糖尿病上升 今天其實我們擔心的就是 高油 高糖跟高鹽嘛 那這個狀況裡面 醬料裡面都是一個烤兩點 其實可怕的不是義大利麵 而是又濃又香的調味醬料 不論是番茄 紅醬 青醬 還是奶油口味 雖然吃起來鹹鹹的 但其實含糖量超高 愛吃義大利麵的民眾 千萬要適量 我們同一個時間 其實過多的糖分進來的時候 其實會增加迷藏的一個負擔 對 她的工作會很累 可怕的高糖地雷食物還有 許多人前菜愛點的麵包濃湯 吃沙拉愛搭配的千島醬 美乃滋統統要小心 不是不能吃 但要懂得適量 並且養成規律運動 才不會給身體太大負擔 記得教訓報道 我們光看個新聞 那個攝影棚都很差 那個洪哥一直在睡睡覺說 美乃滋有夠好吃 青醬有夠好吃 千島醬有夠好吃 妳都聽到我其實是她最吵好不好 她在我旁邊一直摸摸摸 很差 因為她剛剛講的那些危險地雷食物 都是我們愛吃 像千島醬 沙拉沒有千島醬怎麼叫沙拉 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健康的話 醬料真的要少吃一點 但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案例是說 35歲就得到糖尿病 然後是因為她的攝取 可能很多的有一些 有的沒的東西加進去 造成她得糖尿病 跟我們今天菜口 菜口 大頭菜 對治療糖尿病 或是預防糖尿病有效嗎 有 其實剛剛我先講一下 那個義大利麵 其實因為很多 現在的飲食西化的原因 就西式化的原因 所以很多都是會在飲食裡面 添加很多的高油跟高糖 導致可能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是屬於體脂肪過高 然後可能導致於她肥胖 這個其實會造成我們體內的 胰島素分泌它異常 所以有可能誘發糖尿病 對 所以其實誘發 所以其實不是說 只有吃義大利麵 其實你吃很多西化 西式化 美式的 披薩 這些其實都容易得到 所謂的糖尿病或三高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今天選大頭菜 因為我們平常 我們希望這些三高病人 我們希望她多吃一點蔬菜 通常大家印象中 可能多吃一點綠色蔬菜 或多吃一點紅色的 但是殊不知我們的大頭菜 是很好的選擇 對 因為第一個 它的 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不好吃 因為它水分含量很高 所以它幾乎比較味道 沒有像其他的菜一樣 那麼甜 對 所以其實它相對 它本的蔬菜裡面 其實蔬菜裡面糖分就少了 但是它又相對又更低 然後水分高 所以其實它熱量是非常低 比一般的蔬菜還低 所以糖尿病人 其實他可以把它做成 比如剛剛講說 燉排骨 燉排骨 對 那它就可以比較沒有限制 去吃大頭菜這個東西 妳知道嗎 我燉排骨是因為爸爸燉這個菜 因為那個菜長得很醜 那小時候跟他很醜 我說爸爸 因為媽媽是糖尿病 我媽媽糖尿病 我媽媽又洗腎 也患腎的階段 所以他的飲食再過去 都是爸爸處理 所以我認識一些菜 是因為爸爸幫媽媽做菜的時候 說爸 這個菜長這樣 媽媽可以吃的 我們都要學著吃吃看 所以我才認識這個菜 了解 所以就是說大頭菜 很適合糖尿病患者去 糖尿病患者很適合 然後另外就是說 剛剛其實洪哥 有稍微矇到一點 矇到 他認真… 他有認真研究 洪哥剛剛有認真說到一點 就是對的 好 就是因為為什麼他剛剛提到 什麼高麗菜這些 其實大頭菜 它是屬於十字花科的蔬菜 它對抗癌是很有幫助 尤其是我們現在很多人 吃了像剛義大利麵 披薩 漢堡 這都是西式化的 很容易有大腸癌 或是說一些癌症跑出來 我最近碰過最年輕的大腸癌 不到20歲的病患 不到20歲就大腸癌 太遲臀了 他都不吃蔬菜水果 對 所以其實十字花科的蔬菜 很多人會忽略到大頭菜 它可以預防這些癌症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真的認為大頭菜 它做的宣傳實質不是很夠 不是很夠 對 怎麼都是紅菜頭 白菜頭 要不然就是什麼高麗菜 還是你要不要當大頭菜代言人 我可以 你是 而且重點是像我吃中藥的時候 白蘿蔔就不能吃 對 它會解藥 是 大頭菜不會嗎 大頭菜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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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醫師會叫人不要吃白蘿蔔 不要吃白蘿蔔 不要吃白蘿蔔 白蘿蔔他們覺得會比較寒一點 但大頭菜不會 但是它又很適合高血壓 跟想要瀝水瀝尿 想要排水腫的女生都可以吃 排水腫 該不會它有高甲吧 對 它高甲 所以其實它排水腫 所以如果它煮在湯裡面的話 其實要連湯一起把它喝掉 所以它很棒 它可以適合冬天水 高血壓 糖尿病都適合 對 可是不是有時候這些 腎病的人假離子太多也不能吃 對 如果是腎病的人有現假的 那就要特別注意 就是要把它燙過之後 那個水就要丟掉 對 所以其實它是處理上 還是有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人如果是血壓高的 真的 我覺得大頭菜 是還滿好的選擇 了解 大頭菜這麼好 你看高血壓的 或者是說要糖尿病的都很適合 兩位今天就要用大頭菜 來幫我們PK一下 到底準備了哪些食材 這是我的 對 準備要用什麼料理來PK 首先是上次平手 這次又來再戰的洪哥 好 怎麼樣 你今天準備了什麼料理 講完再翻 還是翻完再講 你可以一邊翻一邊講 明天再講 明天再講 講太久了 不行 明天再講 大頭菜會冷了 我現在想自我挑戰 好 來 大頭菜牛奶雞肉濃湯 大頭菜牛奶雞肉濃湯 這跟大家想的可能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一般講說小孩子 怎麼不能吃 我跟你講起來很好吃 你剛剛跟玉米濃湯就好了 對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濃湯好像玉米濃湯 對 不然南瓜濃湯也棒 但是因為煮食材是大頭菜 大頭菜裡面 像我的既有的概念 就是只有用湯的 其他的什麼涼拌的什麼 我實在真的是不懂 真的 對 但是我這邊 這邊有個什麼所謂的創意料理 我是想說因為既然是這樣子的 一個有營養價值高的大頭菜 我們把它加一點牛奶 好棒 牛奶裡面有蛋白質 對 還有蛋質 雞肉也有蛋白質 然後再加一點雞肉 對 雞肉下去就是會讓那個 口感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要去骨 去骨 對 去骨 好 提醒你不要連骨頭都丟進去 有啦 我想說用這樣子的方式 做一道讓小孩子很喜歡吃的濃湯 那你自己吃過了嗎 我吃過 你覺得好 很好吃 你覺得今天勝算大概有幾層 我們不要用層數來算 對 不要用層數 那你用什麼 用竹數 竹數是什麼 有十足的把握 十足把握 還咬文嚼治 對啊 你把馬姊放在哪裡 來 放在口袋裡 馬姊你今天用什麼料理令戰 好 那我就是直接用大頭菜做的菜是 涼拌透抽大頭菜 這個不錯耶 適合當前菜 因為有開餐廳嘛 餐廳我們在吃飯之前 都有開胃前菜 我之前用大頭菜做所謂的開胃菜 很簡單的開胃菜 有人是喜歡吃辣的 有人不吃辣的 但是我這次為什麼要 因為我覺得透抽 因為我喜歡吃海鮮 所以我加了大頭菜 我覺得味道好棒 可辣可不辣 可是它這個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大頭菜你把它切絲了之後 很難入味 我沒有說要切絲 妳不是這個涼拌嗎 我涼拌有規定要切絲嗎 我上面寫什麼切絲 我可以切條 反正妳這樣乾吃就不好吃 就對了 大頭菜 因為它就是不會入味 妳一定要學一個 用什麼樣的湯把入味 那我告訴妳 我有入味的話 妳怎麼... 妳有入味的話 我整鍋都把妳吃完 真的 再難吃我都把它吃完 他不是用鍋 他一盤 他只一把 妳連單位都能吃 但老實說 我覺得光看照片 我不知道成品 因為還沒做 如果光看照片 用小朋友的思考角度來說 小朋友應該會投資 喜歡奶自品 小朋友喜歡那種濃湯的感覺 而且妳這個太重鹹的 小朋友看來會比較 我為了小朋友不要加 這個是我跟怡里 我們兩個帶回家下酒菜 我跟你講沒關係 先喝妳的濃湯 開了位子之後再喝我這個 而且小朋友喜歡吃醋 醋醋 醋醋對不對 好 我們歡迎今天的 四位評審小朋友 歡迎Jasmine Jason Momo 還有Ella 好 還有精神 對 四位要帶你們 兩位的小幫手 小朋友好 好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馬妞姐要先來幫我們示範 做這道涼拌透抽大頭菜 是 那用的食材有哪些 包括了大頭菜半顆 透抽兩條 魚露兩大匙 糖1.5大匙 檸檬一顆 米酒樹滴 蒜末香菜 還有鹽各適量 感覺你好像要做那種 什麼泰式酸酸辣辣的那種涼拌 對 有這種感覺 他真的是有感覺 如果說只是大頭菜的話 那是做比較台式的小菜 對 今天Jasmine跟Bobo 當你的小幫手 你要請他幫你們拿 幫你拿東西 你幫姐姐拿大頭菜 檸檬 還有香菜 好 大頭菜檸檬跟香菜 出發 會不會 大頭菜檸檬 還有香菜 好 大頭菜檸檬跟香菜 出發 會不會 Bobo會不會 會 聽說這什麼很厲害 對 來找一下大頭 喔 哇 一個就好了 檸檬 檸檬綠色的 綠色 綠色檸檬 對…檸檬可以 香菜 有了香菜 對… 檸檬哪裡有 還有拿了 有 還有拿了 檸檬在這裡 對 好 來 這香菜 這是我們的大頭菜 這是我們要用的檸檬 好 車停回去 謝謝 那怎麼做呢 好 當然就把大頭菜去皮 是 去皮都把它去掉 然後讓它用半顆對不對 大頭菜在去皮的時候 是用刨刀刨就可以嗎 就看個人習慣 對 因為基本上 我們女生都比較休息 會用刨刀 那有的男生 我剛剛看到有人在用大頭菜 直接拿刀這樣削 但是基本上以安全考量 我們用刨刀 可以不用把那些 不必要的肉給刨掉了 因為有時候 我們拿刀不準的話 那個肉很豐富的 這個大頭菜就會被切掉 沒錯… 好 我直接切了 來 我先做切片的動作 因為這畢竟不是自己家裡的刀 OK 小朋友有沒有吃到大頭菜啊 大頭菜他們應該很不知道 很難吃起來 對啊 大頭菜是什麼 就是頭很大的菜 對 你有沒有看到他頭很大 你看他的頭 然後呢 我覺得今天我問了要口感 對 所以我就切條狀 切條狀 我不用切絲 因為我不要讓紅杜拉絲拆這樣 對 喔喔喔 欸 才有口感啊 因為它的脆度你才吃得出來 OK 大概看你要吃多少量 我就這樣子就好 好不好 切完不是這樣切完就算囉 對 我們還要用個鹽水 要抓醃嗎 要 對 這個就是泰式料理的精神 是 然後就是鹽 來 在這邊 鹽一少許 就看你多少量放進去 OK 就抓醃一下 好 抓醃之後呢 我們先讓它出水 讓它入點味道 好 這時候我來做別的東西好不好 透抽我們都已經處理過了 對 把裡面的髒東西去掉 然後呢 就這樣子 那至於有人透抽說 我要不要去這個什麼膜 看你個人 像有的人喜歡吃那個膜 我喜歡膜啊 不要不要不要去掉 不要去掉喔 你的要求我就不確定了 我們很簡單的把它做成 切圈圈的 喔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又簡單 是 洗乾淨之後一圈一圈的 對 你看看 透抽好新鮮喔 我們要先汆燙 OK 汆燙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可以加一點米酒 喔 去它的腥味 為什麼 去腥味 因為這個小朋友 最怕那種海鮮有腥味 所以我們加點米酒 好 然後也是抓一下 對 抓一下 抓一下 然後就放到水穿燙 來…水穿好滾了 丟來穿燙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香菜 包括剛剛這個檸檬 我們要切成檸檬末 對 然後還有擠檸檬汁 是 那香菜我們個人要切成末狀 好不好 切成末狀 那我們可以把 那個所謂的切的這個部分 把它稍微切不一樣一點點 然後我們把這葉子可以做擺式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前菜的時候 可以分開 對… OK 再切細一點吧 你這樣子不夠細 對… 我就不要合你意 不是 你要刀工不夠好 就會這樣子 不會啊 這邊做兩下就好 好 待會兒你不要跟我吃 好 透抽稍微燙一下就OK了 對… 她說很快就熟了 太久了 太久了 真的 OK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做涼拌了 好 這時候它已經有生水了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洗掉會比較 第一點不會那麼鹹 是 不會那麼鹹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菜 再結合檸檬 糖 放點糖 放點糖 還有蒜末 可是我覺得你蒜不要放太多 小朋友不喜歡蒜味 會辣辣的 一點點就好了 你不喜歡吃蒜 不喜歡 蒜 蒜 辣辣 辣辣的 辣辣的 一點點 OK 一點點 一點點好不好 一點點 不要 一點點都不要 沒有 不要 不要 你就做OK OK啦 因為不是每個小孩都不喜歡 對啊 有四個 對 你喜不喜歡 我喜歡 來…就加… 很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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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 然後再加一點糖 為什麼 因為糖來講可以提味 對… OK 這樣灑下去 OK 好 好 剛剛這個檸檬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把它最後才來那個 好 檸檬汁我們加少許 好 因為為什麼 它是沒有味道的 了解 它沒有味道 是 是不是 洪哥 然後再加 然後檸檬皮 檸檬皮是香氣 是 好 把它抓一抓 抓一抓 你要不要換大一點的碗 那邊有個大碗 對啊 妳好小 加持氣 換那個大碗不是很好嗎 好 換大碗喝 來 把這個要大碗你 剛好有出一點水 有沒有 好 入味也有了 OK 出點水 好 然後這個時候透抽要擺進來 來 透抽把它倒進去 魚露 對不起 魚露幫我打開 幫我打開 親愛的 好 把透抽 擺進來 放好的透抽擺進來 OK 好 因為要新鮮這是重點 怎麼了 知道 知道 來 魚露 我們魚露可以不要用太多 因為有的小朋友對魚露會那味道 所以一點點就好了 它是提味的 一點點好不好 好 好 來 妳先幫我聞聞看香不香 先聞聞看 香 聞聞看 來 沒有蒜頭的味道 沒有蒜頭的味道 它只嘗嘗進去 沒有 我覺得那個檸檬皮的 提的味道很清香 很少會有看到用檸檬皮 就跟大頭菜結合 因為大頭菜幾乎都是醃漬跟那個 因為它是料理 會加一點點 酸酸的感覺 好 好 就這樣子簡單 好 然後可以冰的吃 可以用冰涼的吃 就是冰鎮一下 對 冰鎮一下 味道更好 那你最後要把香菜放上去對不對 對 香菜上去是擺盤用 所以為什麼一個剛要切掉 了解 剛為什麼要切掉 而且這樣多帥氣 是啊 因為現在其實瑪丁姐做的是兩樣 一個是香菜 如果你喜歡大慶你就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香菜的香氣就OK 但它在外面其實有做了一盤 是把香菜切得細細小小的對不對 我先講一句 韓國人不吃香菜 真的喔 韓國料理千萬不要擺香菜 對 韓國人是非常不尊重的 對 我們不是韓國人 對 我們是我們自己人要吃的 多放一點 我們都喜歡吃香菜 我有說要給你吃嗎 對 我有說要給你吃嗎 有 這裡 有了 那我們就把它放過來 好 OK 而且綠色的看起來也比較可口 漂亮就對了 OK 好 OK 這樣子就完成囉 是 好 這道料理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的開胃 但是在這之前 鴻哥 我要來考你一題 你好好聽喔 好不好 來 來 深冷的醃漬大頭菜 不適合哪種人吃 A 腹瀉的患者 B 中風的人 C 破傷風的患者 D 韓東 韓西的人 鴻哥 我要來考你一題 你好好聽喔 好不好 來 深冷的醃漬大頭菜 不適合哪種人吃 A 腹瀉的患者 B 中風的人 C 破傷風的患者 D 韓東 韓西的人 什麼 韓東 韓西的 幹什麼 這怎麼那麼容易 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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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簡單 這個題目好像在欺負我一樣 那是浪瀉的 浪瀉的人 腹瀉患者 我跟你講 萬一你答錯怎麼辦 深冷的醃漬大頭菜 四個月大月 對 那個菜口 對 就浪瀉的 浪瀉出國語叫做腹瀉患者 對 好 這題我們就很明顯 我們是按照回答者的程度 智商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太香 太香 太香 應該是太香 太香 太香 對 不是嗎 沒有 這個如果是中風的人 跟破傷風的人 中風可以啊 太專業了 太專業了 因為當然太專業了 我們不曉得說 你有破傷風過嗎 腹瀉不專業對不對 誰會去破傷風 應該是腹瀉啊 OK 好 恭喜洪哥答對了 YA 這題在答錯要打屁股 不是 你弄個什麼 你是太香 太香的人 哪裡有血汗 他自己家的 他要用力打我 所以大頭菜不適合腹瀉的人吃 深冷的 通常如果是那種 比如說家裡有小朋友 或是有些食物中毒 已經拉 肚子拉到已經 這個就冷了 對 已經有水漾變那一種的 其實他就不適合吃任何的生菜 包括醃漬的生菜 其實我們就不建議 如果再吃的話會怎樣 會拉得更慘嗎 因為餓生條件問題 可能會拉得更慘 但是如果你隔天 有比較好一點點的話 有可能會進入到 比如說白粥對不對 如果你確定你的菜是 有些會吃一點醬瓜 目的是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脫水 拉肚子脫水 會墊解脂不平脂 可能需要一點鹽分 所以其實剛開始初期拉肚子 我們是建議不要給 了解 好 那瑪妞姐的這個 涼拌透抽大頭菜 營養成分如何 我覺得這道熱量好低 真的很適合下酒菜 尤其是宵夜的部分 也適合減肥的太太教練 它的真的是高蛋白低脂的 而且它也不怕膽固醇過高 因為之前我們有講過 我們的TACO 其實它的膽固醇 其實深膽固醇指數 其實是低的 比較低的 所以其實適度的吃都沒有問題 加上它有加上蔬菜 對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吃 真的是很營養滿分 媽媽吃更好 媽媽吃更好 減肥 然後又不怕熱量高 OK 接著下來 我比較好奇的是 洪哥一直嫌人家這道料 也太簡單 我就看他那道料理有多難 來看看洪哥怎麼上菜 洪哥要幫我們示範 要怎麼樣做這道 大頭菜牛奶濃湯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看 有去骨雞腿肉200克 大頭菜300克 紅蘿蔔100克 青花椰菜120克 牛奶600克 煉乳35克 玉米粒兩大匙 鹽適量 橄欖油1分之1匙 黑胡椒粒少許 我怎麼覺得這道料理 應該是馬妞姐要做 然後你做她那個涼拌 抓一抓就好了 我也是覺得這樣子 因為我也在背後 為什麼才要那麼多 你為什麼要自己 就是要想這麼難的東西呢 沒有 其實看起來很難 其實做起來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真的嗎 我上次看你切個東西 我也覺得很困難 不是 因為你很少在廚房裡面 你就覺得拿刀 好像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有人說拿刀 可能要這樣子拿或是這樣子拿 還是說只能切才不會 切到自己的手 我覺得是要一門功夫啦 我現在都非常的緊張 我現在是不適合一直跟你聊天 因為會記不住步驟對不對 步驟 步驟是還好啦 只是會慢慢一邊做 會一邊想起來 OK 沒關係 你慢慢做慢慢想 好... 那你請小幫手先幫你拿東西 Ella跟Jason Ella跟Jason 沒想要 要 你們幫那個紅哥哥去拿 大頭菜好不好 還有一個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好不好 一人來一個預備 開始 紅哥阿伯 紅哥阿伯 小心 Jason好快 好... 紅蘿蔔 你要順便幫我拿花椰菜喔 好... 花椰菜應該一樣 來... 小心... 好 小心喔... 小心 好 等一下 你排掉了 花椰菜 謝謝 大頭菜紅蘿蔔了 Ella跟Jason 好 因為其實剛才就講過 這個大頭菜處理的方式 其實有一點類似馬妞的方式 對 一樣 因為它也要把這個皮刨掉 是 胡蘿蔔也是一樣 要去皮... 然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待會兒再放好了 好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 紅哥要展現刀工了 來... 小朋友的音樂 我剛剛要怎麼刀工 沒有 你每次來切都要有進步... 來 加油 紅哥阿伯 小朋友在旁邊不要給人家嚇到 對 加油 加油 好 一開始的時候大頭菜還是要把它切成塊狀 我故意拿反的 正面在這邊 對 好 快狀 快狀 來 快狀很簡單 不錯 你今天進步了 有比上次好 其實我心裡面還是緊張的 我知道 我也很緊張 我很怕我手會抖 因為我手抖是一個 你是有重重前兆 只要不要切到手就好了 快狀應該不難 不會很難 對 好 把它切成塊狀 有啦 小哥厲不厲害 有... 有沒有比你爸爸厲害 爸爸是廚師 真的嗎 對啦 好 紅蘿蔔呢 紅蘿蔔也是一樣 要切什麼 要切塊嗎 你要切什麼 我是要切塊 好... 那你就要怎麼切塊 不是 因為我這樣子切 就跟它透抽一樣 是這樣切圓的 不是 你可以先把紅蘿蔔 直的先切 然後再切滾刀 滾刀狀的那種 滾刀狀你知道嗎 什麼是滾刀 這是... 這樣嗎 撞過去的那種 好 算了...就隨便切 你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形狀 好 好棒喔 看一下紅哥叔叔表演 切紅蘿蔔 切完之後呢 切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 牛奶 電鍋裡面 電鍋 電鍋裡面 要先蒸一下 要稍微蒸一下 讓它蒸熟之後 再放在牛奶裡面 了解 這個是蒸熟 你要直接放牛奶裡了嗎 這蒸熟的 這是蒸熟的 這是蒸熟的 對... 我先夾看 好 這個蒸熟的 對 先等一下 沒關係 好 先等一下 先把它放在旁邊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慢慢弄 然後我們來處理一下這個 去骨的雞腿肉 好 雞腿肉 厲害了 厲害了 去骨雞腿肉的雞腿肉 你還記得有這一招嗎 雞腿肉呢 其實要先 要先把它煎一下 對 煎到那個金黃色 是 是 那你有要先醃嗎 不用 有話外音 有話外音說 不是 不是 那我們就是要拿這個鍋子 然後裡面放一些 橄欖油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雞的這個皮的麵 朝在鍋底這樣子 然後煎到金黃色的時候 了解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讓它肉稍微再煎一下 了解 讓它也不要太熟 因為那個雞肉奶 等一下入鍋去煮嘛 對...還入鍋去煮的話 它煮出來才會比較漂亮這樣子 對... 那我們那邊已經有做好的 煎好之後呢 就像這樣子啦 好 那個叫處理一下 是 這個叫把它拿起來 對 然後還要再來給它切塊 來... 切塊 對 從這邊切 因為這邊是已經脆的 你從這邊切它不好切 了解 然後從這邊切比較好切 好棒喔 先對切 切塊 對切之後再對切 怎麼那麼大塊 切成四等份 切成四等份 然後四等份 然後這邊再來切 好 看著 在... 在切成四等份 怎麼覺得 洪哥在切東西很像在做勞作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我問一下 他這個做的我們要吃嗎 我們... 很好吃好不好 這小朋友要吃 我就放心了 我要吃耶 我要吃耶 還有伊犁要吃 好 你要吃沒辦法 然後切完之後咧 切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丟到 我們的牛奶鍋裡面去了 所以雞肉先丟在牛奶鍋 雞肉先丟在牛奶鍋 然後再把... 再把這個... 胡蘿蔔跟大頭菜 對 來 所以你這個 我們牛奶已經熱囉 然後熱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雞肉丟進來 好 煮一下 好的 那個也把它煮 煮一下 所以那你剛剛 先加這個跟先加哪有差 因為那個... 製作的順序是這樣子 因為大致報的順序是這樣子 大致報的順序是這樣子 你把我弄擰的話我就會... 對不起... 有先後的嘛對不對 先出來的也是哥哥 大頭菜 後會出來還是... 紅蘿蔔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字幕還沒有到下面 對 就這樣子 然後讓它煮個八分鐘 八分鐘就好了 對 它那個肉呢 肉質就會比較... 軟嫩 好 對... OK 那接下來你其他要幹嘛 其他呢 我們就先撒一點鹽巴好了 好不好 現在就撒 現在就撒 好 來 對 這是鹽巴沒錯 先撒一點點 OK 好 然後就稍微再等一下 然後八分鐘之後 我們把這個煉乳 來給它調味一下 你是要增加它的濃郁是不是 對... 煉乳 但是它為什麼會 要增加它的濃郁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濃湯 對 因為要做濃湯 對 因為他們想說要用煉乳 奇怪 已經有牛奶了 為什麼要再加煉乳 不是 你是牛奶濃湯 你當然要加煉乳 好 來... 就全部下去 不要那麼甜 太甜吧 小朋友喜歡甜一點 不行啦 這樣對我來講比較好 練奶食就太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再用這個 那是什麼 玉米粉 我們把它勾芡 它就會比較稠一點 等一下 太多了 好 這樣好 可以 這樣 好 就這樣 我本來以為是整個要這樣 沒有 不行啦 就是你這樣子 好 然後放一點水 水呢 大概是 其實都可以 可以了 一點點就好了 我勾芡就可以了 再一點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小伯 你是怎樣 動作技術 沒有 我一個沒有做勾芡的東西 我一個指令你一個動作 我跟你講 我這輩子 沒有做勾芡 好像三娘轎子 打一個勾芡的口令一個動作 今天是我第一次勾芡 對 他沒勾過芡 我真的沒有勾過芡 趕快拍照 對 他拍照... 留下人生的第一次 幫他拍照 他人生第一次勾芡 那我勾芡的時候 是不是要一邊勾一邊拉 對 有 放在牛奶鍋裡面要這樣拉吧 等一下... 譬如說 我們現在沒有大的湯匙 譬如說我現在幫你拉對不對 那我就倒下去嘛 然後這樣慢慢倒 來... 這樣子勾芡比較好看 洪哥人生第一次勾芡 你比較久一點 好 來 拉比較大一點 好 就這樣子給他勾芡 對不對 好 那其實我覺得勾芡 應該是不用太多啦 不用太多啦 其實 等一下... 等一下 筷子掉下去了 怎麼... 湯匙掉了嗎 湯匙太小啦... 湯匙太小 好... 等一下 你們這種慘叫太恐怖了 不是吃它好不好 好像沒有欠耶 沒關係... 沒有欠... 我們這樣子它是欠而已的 可以嘛 然後最後面我們再把那個... 花椰菜 花椰菜 其實要放多一點啦 花椰菜比較漂亮 十字花科 對... 比較漂亮 然後我們在上面呢 再撒一點這個 黑芝麻 胡椒嗎 黑胡椒嗎 黑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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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胡椒幹嘛 不會... 黑芝麻 忘 白芝麻忘 白芝麻忘 預備 我想說 今天這一集我會退步 它連黑胡椒 黑芝麻都會退步 沒有啦 黑胡椒 我看見錯了 到底是什麼 黑胡椒 黑芝麻 一點點就好了嘛 還是全部下去 一點點就好了 小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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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些些 好 OK 好 其實啊 我們是不是應該 拉個鏡頭來看一下 其實滿漂亮的 滿漂亮的 其實滿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在這一鍋裡面 應該還要再放一些玉米粒 對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 你看 它成品其實很漂亮耶 其實可以 而且我覺得它的玫瑰肉 其實也很漂亮 你看 肉都很軟嫩耶 你看又有這個紅蘿蔔的顏色有沒有 天啊 還有雞腿 你剛剛那個花椰菜加對了 加對了 對 你看它顏色真的很美 顏色多豐富吧 因為花椰菜豐富了我們的人生 你看看 是 真的... 這個如果不是紅歌族 我現在真的還真滿想馬上吃 怎麼不是我 怎麼這樣不是紅歌族 我還滿想馬上吃 紅歌族有點怕怕 但是其實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對啦 依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營養成分 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真的很適合小朋友成長發育吃 因為第一個你用牛奶當基底 對 外面幾乎都是鮮奶油或是奶油 那紅歌沒有用 因為基本上他也不太會用這一種 可能怕弄焦 所以他反而 我覺得反而是剛學 不要弄草成拙 剛學廚藝的媽媽 剛剛好就好了 或者是那種新嫁娘 新媳婦 倒是可以學你這一道 因為簡單又方便 冰箱又有牛奶 補充蛋白質跟鈣質 然後他又用了雞肉很簡單 煎一煎而已 他又是一個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蔬菜的部分 基本上他放了兩種蔬菜 而且紅蘿蔔只要加上牛奶 其實他的味道其實又變甜了 所以他其實吃不出 紅蘿蔔的這種腥味 所以他 而且紅蘿蔔需要有點油 對 那他今天沒有用油炒 但是他用牛奶裡面的油脂 把這個紅蘿蔔提出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搭配 營養真的是100分 所以是營養真的100分對不對 好好喝喔 我剛才偷了喝一口 那個鹽放得都剛剛好 真的喔 胡椒也都放黑胡椒 黑胡椒也放得剛剛好 黑芝麻放得剛剛好 好好喝喔 好 真的 那我們需要來烤那個馬妞姐 一個平火 對 來 醃製大頭菜 亦有鈉含量過高的疑慮 可以加入什麼來調味呢 醃製大頭菜 亦有鈉含量過高的疑慮 可以加入什麼來調味呢 A 味精 B 水果醋 C 番茄醬 是 如果問紅布拉斯他都知道 對啊 來 洪哥來 一定是那個 什麼 番茄醬 番茄醬 對 因為大頭菜 加上番茄醬 有點酸酸甜甜 就對 對味對不對 番茄葉 那個什麼 茄紅素 恭喜洪哥答錯了 不是嗎 水果醋 當然是水果醋 他不知道你知道嗎 他故意丟給我 我怎麼會不知道 拜託 那你的不講話 直接講水果醋 是啊 就是水果醋 因為醋是鹼性食物 對 醋是鹼性食物 那為什麼不能加番茄醬 原因是什麼 番茄醬水果 沒有 而且它鈉含量也很高 它鈉含量很高 它已經鈉含量高 你又要 鈉含量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其實水果它有一點甜味 跟鹹的 它其實就可以把那個 鹹鹹味道降低 了解 這一題題目出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人他在吃這種 大頭菜的時候 我們怕是鹽分過高 剛剛提到 可能有些三高病人 尤其是高血壓 他可能就不太適合吃太鹹的 我們這時候鹽可以減少 加一點水果醋進去 味道它有層次感 然後它的鈉含量又降低 了解 所以想要吃這種醃漬的 我覺得它可以有這個方法 其實不僅僅是大頭菜 譬如說你要醃小黃瓜 或是醃什麼 菜心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使用 所謂的水果醋 是蘋果醋還是什麼水果醋 或是綜合水果醋 都可以 你自己家裡一定會有 你老婆一定會買 真的 我會少進廚房 我不知道 好 但是我們今天 就要用這個 洪哥的這一道料理叫做 大頭菜牛奶濃湯 要PK的是 瑪妞姐的 涼拌透抽大頭菜 到底小朋友會買誰的單呢 好 到了我們試吃跟投票的時間 我們先吃 比較清爽的透抽 對 吃完之後再喝個濃湯 做個完美的Ending好不好 我先吃盤子裡面的阿嬤 盤子裡面的透抽 我發現妳的濃湯很誘惑 對啊 對 因為我怕說吃完濃湯 濃湯太膩了 濃湯的味道真的滿重 其實也不會 因為它那個牛奶 本來就是無糖的 你今天做的成功就不會 也沒有說很好 對 洪哥說他有十足的把握 對不對 那麼好吃嗎 Ella不一定要把它吃完 妳不一定要把它吃完 什麼太多什麼太多 Ella好吃嗎 好吃喔 JASON你覺得好吃嗎 JASON你當然覺得好吃 對 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吃吃看 喝喝看濃湯 喝濃湯囉 喝濃湯喔 喝濃湯喔 來 莫莫 前面有濃湯 喝完濃湯再吃 妳可以喝完濃湯再吃 或者是妳要吃完再喝濃湯 都可以 好 開動喔 JASON好羞氣喔 JASON你一定要把它吃完就可以了 慢慢吃 慢慢品味 來 喝點那個大濃湯 來 喝點暖暖熱熱的濃湯 對 牛奶濃湯 哇 妳看MOMO吃多快 她直接摘不停 她是妳今天年紀最小的 但是MOMO胃口好好喔 對啊 MOMO不雕食吧 她不雕食 妳有什麼不吃 不吃虧 JASON覺得好喝嗎 好喝 妳要喝大口一點 還要一碗 還要一碗 JASON真不嗆 等一下 在小朋友吃完的同時 我們來請 依妳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覺得馬姐這一道 她真的有醃入味 而且 醃入味 妳要吃又整盤 怎麼可能有入味 我要吃到才那個 好 你等一下 先讓營養師講一下 因為他們兩個很熟 怕他們有串貢之餘 沒有 誰要串貢 誰給妳串貢 我還跑不好吃魚 真的有入味 而且她剛剛雖然加一點蒜頭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 完全吃不出蒜頭的味道 因為它不辣 而且但是它有辛香料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酸酸甜甜的 所以我覺得 大人會很愛 說實在 這盤人等一下可以幫我 跟姨佩打包 我們可以回家去 我們要打包 我們要回家配酒 對 他們才能不能點點 怎麼打包 等一下...妳幫我嚐一下 入味妳整盤給我吃 對 應該是沒有入味 但洪哥這一道 我真的就只能用佩服 兩個吃佩服糖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她本來廚藝就不好 但是她用了這樣子的湯 妳知道嗎 是愛心 我說實在的 妳真的不是用廚藝取勝 妳是用食材搭配的味道取勝 太好對不對 對 沒有 因為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不會煮 不會料理的媽媽 其實你可以學洪哥的方法 用好的食材 用好的食材 燉出一鍋好喝的湯 對 我覺得暖暖的 所以我覺得洪哥可能會多一票 真的嗎 真的可能會多一票 妳想的跟我不一樣 我可能會多兩票 你覺得你會壓倒心聲音 我還可以講說十足的把握了 真的 如果你這次贏的話 你會不會下次就會很想來 就直接來出一本書 出一本書 心路歷程是不是 對 其實因為妳 第一次勾欠有拍照下來了嗎 有拍照 我們有幫他拍照 像演員的時候 你總是會有第一次 對 你勾欠完了之後 你的勾欠第一次是交給了我 對 在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後來你會發現 其實做一些食物 然後自己來吃的那種成就感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真的 你弄得好像已經是得獎感 收完… 對…好 來 我們要來投票了 那個Jasmine先來幫我們投票 來 來 你真的是家裡的小天使 好幫手 好 我們往後站一步 右邊是那個酸酸的 有點酸酸甜甜的 的透抽 透抽 然後左邊是濃湯 牛奶牛湯 好 請投票 請 來 謝謝 好 投票牛奶牛湯 歡迎下次再來 換Jason 來 換Jason 換下次再來 一個是湯 你的位置在那邊 對 一個是酸酸甜甜的 透抽喔 好不好 你剛剛有吃完 都有吃完對不對 對 好 那你幫我投票 你是在戲 你還在戲弄你 你不要抱走… 這個大嬸 這個大嬸 這個孩子誰教的演戲 這個樣子 我覺得不錯 他以後可以朝戲劇皆發 對啊 他跟你希望又給你失望 對 讓我點摩 摩摩一個是湯 然後一個是剛剛涼拌的 對 好不好 好不好 要不然再來一碗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你投 好 進去 謝謝… 謝謝… 太難了 來 換Ella Ella 你覺得這兩道料理都好吃嗎 都好吃 但是有一個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不好意思啦 超級好吃 因為我們是已經投你了 好 那你去投票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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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她說 欸對 這個我想要聽一下 她怎麼會想說她東西 超級好吃 Ella 你怎麼想的 為什麼你沒有投那個濃湯 濃湯欸 濃湯很好喝 其他人都投濃湯 我也覺得那個 有什麼味道 你不喜歡的嗎 你覺得那個咧 那個是酸 有一點酸酸的 你喜歡酸酸的 哪個… 哪個… 還是你看錯了 還是你看錯了 你本來要填有碗的 你有看錯嗎 你有看錯嗎 你確定是要這個嗎 這個是酸酸的那個 這個是姊姊做的 這個是湯的 你有看錯嗎 有看錯 所以… 所以你要換嗎 說話 那這是你的票 所以呢 你看錯囉 那你是… 你是確定看錯嗎 投你喜歡的喔 投你喜歡的喔 投喜歡的喔 好不好 那你再給你選一次 好 來 真的看錯了 因為她剛走過去 跑太快了 謝謝 我回去弄一鍋給你吃 請問這個單位 做節目是在羞辱人的嗎 不是… 等一下… 所以Ella是真的看錯是不是 那哪一個是湯 你現在確定哪一個是湯 你知道哪一個是湯 左邊那個是湯 所以你要投湯是不是 OK 天啊 後來想說 還會有一票耶 有用心… 有用心看得出來 我三天三月沒有睡 你看得出來嗎 我有這道菜 我看你老很多 不是 白頭髮都出來了 不是 我跟你講 但洪哥你真的要吃吃看 馬姐知道 我也要來品嘗看看 真的嗎 那你要吃吃看 如果他真的有入味 你要把整盤吃掉 你剛剛自己說的啊 因為我所謂的入味就是說 他一定要有一點點的那個 比方說像重口味的 你吃嘛 你吃吃看嘛 因為我很怕那個大頭菜裡面 不會 快點 你吃吃看 吃啦 高味啊 真的有入味吧 不是 不是 你吃一口看看 我來吃一口看看 真的好吃 用手就可以吃 來… 但它怎麼這麼脆啊 對啊 我們做湯的不是軟的 不是這麼脆 我不是鹽鹹的嗎 它鹽鹽弄什麼 我加油 加油 剛剛好 你是有用檸檬是不是 是 而且重點是沒有蒜味真的 對 沒有蒜味 然後又是酸酸甜甜的 真的 我真的對大頭菜 有另外一個關聯 我跟你講 它入味入到骨子裡了 對…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要把它吃掉 來 你吃這個 整盤吃掉 整盤吃掉 沒有… 什麼整盤吃掉 我們帶回家 對啊 大頭菜可以這樣子涼拌 好好吃耶 很好吃 但我不得不說 馬姐這道料理 完完全全大人口味 對啦 這個是大人會非常喜歡 而且你如果 這道料理非常適合在夏天吃 對 夏酒 對 很夏酒 你無論是夏酒 或是在夏天當前菜吃 吃完之後整個人都開的 我問一下 最近是不是冬天 對啊 是不是冷氣團又來 喝濃湯就對了 那我再趕夏天再播好不好 夏天再播什麼 夏天再播 好 不過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因為看到洪哥終於… 我讓你揮目心心 真的 你下次要再來嗎 一定要再來 下次我們來挑戰 高難度的刀工好不好 刀工是吧 對… 多多切你 你要讓製作單位 把救護車叫在中天公司 肖寶如法師的牛棒 你知道什麼叫牛棒 牛棒很難 牛棒 天天吃牛棒 身體像牛一樣棒 好 那我們就期待洪哥 下次就再來了 我跟你講 下次可以做一個刀空菜 我們餐廳的刀空菜 紅椒香乾肉絲 真的假的 大家都愛吃 好 那下次 不然你們就下次 刀工 PK刀工 敢不敢 下戰鐵 我頭髮會整頭變白髮 整頭會白髮 對啊 我們好期待你們整頭變白髮 那我們就來預約一下 下次馬姐跟洪哥要來刀工 刀工 好 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伊莉 謝謝所有小朋友 下次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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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